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搭在一起 进入第13天 就是2月28号 星期三 我们望兴牧师为我们写了一个很好的奖章 题目就是令人欲悦的权柄 来自《创世纪》一章29到31节 这个文章它要带出什么核心真理呢? 然后我们怎么样应用改变 因为神的话语带来生命的改变的 我们信徒听了看了这个文章之后 我们在行为信念更像主耶稣哪一些带来改变呢?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望兴牧师 望兴牧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谢谢林牧师,大家平安 今天这个名秀的文章 经文是取自《创世纪》第一章29到31节 我想大家都应该看过最短的经文 今天这个短的经文我主要想要表达的是一个 上帝的权柄应该是令人感到愉悦的 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呢 当我们说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 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属天的创作的概念 所以上帝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完成某一个事情 让这个事情能够完成 这一刻的一个的举动呢 其实就是他权柄一种的表现 所以每次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上帝会说要有就有的一种的展现 然后在29到31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第29节 上帝就把这一个的遍地上的这些的菜书呢 这些果子呢都赐给人 或者是赐给这一个的公众的手受飞鸟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食物 他们能够去吃这些的一个的食物 这样的一个的赐给呢 也是上帝一种权柄的展现 因为上帝呢如果你按这个赐给的意思呢 其实指的就是允许使用啊 所以上帝呢就允许人 允许动物呢去使用 享用这些他所指定的一个食物的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各自的一个的物种呢 都按照这个上帝所赐下的一个的 一个的使用权呢 去使用这些我们被分配 或者去指定的这些的食物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点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全病呢基本上就是上帝的一种的规划 创造这个世界的一种规划 跟分配资源的一个的能力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一节 就告诉了我们 特别是那个是第六天了 上帝就说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盛好 这里的好呢指的就是令人愉悦 或者是可喜的 让人可以去喜悦的一个人的状况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去看 上帝的全病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说 原来上帝的全病呢 应该是让人感到愉悦的 让人感到开心 让人感到舒服的 所以不管是这个的人 或者是这个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周兽呢 大家都应该是按着这次的情况感到愉悦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上帝就 不单展现了他的全病 我们也看到他的全病呢 让人能够体验到一个的 我们说很实际的一个的感受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这篇的 一个的领袖的文章的时候 然后讨论的问题呢 基本上有两个 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看到上帝是上帝的全病的 一个展现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呢 是否有体验 经历一个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的重做 那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当我们都会听到别人说 我们信主就是要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就是一个生命的重做 我们的生命呢 原本是一个的样子 后来呢 经历了上帝的一个的再重造 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整理 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的 崇敬的一个的制作 我们的生命呢 就从一个原本的旧我 变成一个新我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说上帝的一个 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的再尝照 我们呢 其实都需要经历这个再尝照 如果我们的生命呢 信主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这个我想呢 当中是有相当需要被重视的一个的情况 因为呢 没有生命没有得到改变呢 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另外一个呢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说 上帝的全病呢 其实是需要按照一个 他的全病的上显 是一种的分配资源的能力 然后我们看到说 全病的一个的情况 应该是让人 因为这个分配的资源的能力呢 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指定的一个享受的一个的 我们说的资源 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逾越 这个应该是上帝的全病 应该要展现的一个的能力 但今天呢 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 实际的生活的状况 这个世界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到呢 我们这个全病呢 都被滥用了 很多人在使用全病上面呢 其实并没有照顾到 每一个人的需要 反正可能是 照顾到自己的需要 照顾到自己的 我们说 身边的那些 跟他一起的人的需要 但是呢 可能并没有照顾到 全部人的一个需要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一个 国家来看呢 你发现到呢 我们的这个使用的 全病的一个状态上面呢 常常就会有这种的 滥权的情况 大家会随着自己的想要 然后或者说 随着自己的一个的想法 用这些全病在自己 开心或是愉悦的地方 但是没有照顾到每一个人 然后我在想呢 顺便说 如果是很常有这种 滥权的情况呢 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在思考的 或者一个的犯事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呢 原来我们使用滥权的话 很多时候呢 是因为这个使用全病的人 跟这个被全病在这个全病之下的人 这两个之间呢 常常是有利益关系的 如果是有利益关系的时候呢 这个使用全病的人 他就会有自己的偏向 有自己的偏见 然后导致呢 这个使用情况呢 就有一点的偏差 变成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得到 但是呢 上帝跟我们之间呢 是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说 上帝跟我们之间呢 是没有利益关系的 上帝反而是给我们好处的 那一个的神 他创造的一切 让我们在当中去管理 去经营 去我们所享受这个的世界 感到愉悦 但是上帝跟我们之间 没有那个的利益关系 所以变成呢 上帝的一个的全病的一个展现呢 是可以公平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而且他是按照人的需要去 给予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反思的时候呢 我们就反思回自己的时候 我们在想 我们也有自己范围 能够实行的全病 我们当然作为不是的 我们在教会呢 有一个带领的全病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 你在家庭有你带领的全病 作为一个孩子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朋友全职呢 你有一个我们所展现的全病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全病 能够去造福在我们身边 所涉及到的人呢 这是今天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内容 好 你讲到 分享到了就是 上帝使用全病的时候呢 是甚好的 这也带出来 也是这个好 是令人愉悦令人可喜的 也就是说 带出来就是上帝呢 使用全病呢 是使别人蒙福的 别人蒙利益的 是为他就是上帝 是为所有的创造物 就是这样的这方面的 对照一下 你也讲到比如说 滥权的人呢 他们是为自己的 这种利益 没有想到他人的 可能害人 异己 但是上帝呢 是异别人的 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 你说利益关系 但是他完全的为他人的 这样的上帝使用的时候 是使别人蒙福了 得益的 这个观点 是 OK 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也讲到应用的时候 无论我们做父母孩子 或者教会 牧者或者是领袖 所以我们都有赋予一些 组织上的那些权柄 所以就是有使用的时候呢 乃是对别人家庭 教会 国家 社会 是带来好处的 使他们带来祝福的 这种使用的权柄 权柄是使好像学像上帝一样 祝福别人 使别人蒙福 非常好 在耶稣身上也看到怎么样的一个比喻呢 我想可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耶稣在祂的一个神秘里面呢 祂其实都会使用权柄去 我们说当我们看到祂很常会联名的时候呢 祂就会用祂的权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无名二运的神迹啊 或者是医病赶鬼啊 这些的一个的权柄的展现呢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人能够得到一个的 我们说一个的好处 甚至呢 当祂在做这个我们说捷径圣殿的时候呢 其实祂捷径圣殿呢 也不是为了祂自己 而是为了上帝的一个得便 所以从耶稣的这些的反应呢 跟祂施工的一个的重点跟走向来看 祂常常在展现权柄的时候呢 其实祂都是固体到这个的部分 而不是说我做这些的 是要荣耀自己的名 祂反正常呢 把荣耀归给神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耶稣的身上呢 其实这个权柄的使用呢 也是为了别人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 这是我觉得一个 我们可以去满足的地方 特别当我们说 我们要学向耶稣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所做的一个的 生命的一个的重点呢 很常可能并不是说 我们挑选自己觉得舒服的 而是看耶稣怎么样 他这样为了别人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那祂干这个 我们大决定的时候呢 他也是说爱神爱人 他也是爱上帝 爱其他人 把别人当时好像自己来爱 其实可以看到说 祂的一个的教导呢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的倾向 在当中的 是耶稣就淋漓之尽的 把这样使用权柄 对别人带来好处 是为别人的 所以我们就教会成为祂的身体呢 就在这方面就可以学习到祂 好像教会看那些 比如说教会有物质方面的供应 有需求的 那些有缺乏的 在社会关怀方面 这要看到 这彰显这样的荣耀上帝的那个光 是 而且这比如说也是 刚才你也讲到 耶稣也是用祂的所谓权柄 来医治疾病 赶鬼使人得释放 这种属灵的那权柄 不是组织上来是那种 上帝给的这方面 是 这个是教会呢 真的是要成为世上的光 地上的盐 真的是要好好的使用 上帝所鬼的那个属灵的权柄 是 在生命的重塑 怎么样去得着那种生命的重塑呢 比如说你可以再详细的 从上帝使用权柄 只能好的 在生命的重塑方面 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怎么样行动呢 或者方法呢 我们可以去应用的呢 我想呢 这个上帝的一个创造呢 他大家都应该要体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 学习去兵器 然后让这个的 圣经的教导 有数的教导呢 成为我们一个 原本 救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 我们所思维的替换 所以我们开始会 学习圣经的一个教导去 我们所替换了我们以前的想法 所以这个的过程呢 就是一个的重塑 然后我们刚刚开始上 初心版啊 上这个 查经版啊 上这些的 本土训练呢 其实在在的 它都是一种 神明重塑的一个的管道 然后我们就是 透过这些的一个的经历 然后教导 在知识上 我们开始 有很多的这些 圣经跟耶稣教导的一个的 一个的替代 但同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沿着圣灵 来去重塑我们的经 让我们的经能能够更容易的 接受这些的教导 让我们的经能能够更加的 专注在一个耶稣的一个的 我们的教导跟一个的方面 来去帮助我们去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一个创造呢 或者一个生命的重塑呢 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信得主之后呢 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的 我们所改变的话呢 其实我们很常就会发现到 很多的一个的 跟相信这个人 我们好像信得主 但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还是做这以前在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信得主 马上就可以完全的改变 而是说有没有在这个的 进步跟改变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时候发现到 有时候信得主之后 一年是这样 五年是这样 十年是这样 然后可能呢 二十年以后呢 还是差不多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需要正式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想说 生命的重塑呢 应该是一个人体的过程 我们信得主之后呢 它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是我们所谓的成圣 就是我们也就是说 成圣 其实就是一个 我说生命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成为一个圣洁的状态 它当然不是说谎上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状态里面 至少我可能五年后呢 我有十八千了 二十年后呢 我有五十八千下了 我三十年后呢 我有七十八千像耶稣了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应该要有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改变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我们属于生命而言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的情况 嗯 是好像保罗说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信召的人 这上帝使用权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已经成为了一个信召的人 也说脱离了那些从群意来的败坏 那么就和神的性情有分 那么有神在我们的这个上帝使用的权柄 使我们重塑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有信心 有对他有知识 得行忍耐 节制 敬虔 爱弟兄信 爱众人的心 而这方面像主耶稣的改变 你说 是啊 这种重塑 感谢 好 就是你还有什么要做结尾的分享吗 然后你就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吗 好 谢谢我们 我想今天是一个的 我们所属灵的一个灵修的一个素材 其实它也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去提醒我们 我们不只是接受或者临着上帝的创造 跟这个的供应 我们其实也成为上帝权柄的一个出口 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信主的人 上帝说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 上帝儿女的权柄 祷告的权柄 我们觉得这些的权柄呢 也应该要成为我们 让造就到别人的一个的管道 我想这是我们能够继续的 在信仰上能够延续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就来做个祷告 来结束今天这个领袖的一个分享 好的 我们去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但爱我们 你也愿意跟我们去共享主 你自己的一个的权柄 以至于我们在领受主人自己的一个 在创造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一天天的慢慢的 能够接着圣经的一个的帮助 我们一个圣经的一个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建立起 我们树林的权柄 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们 跟随主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明白的认知 甚至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思维 以至于我们不只是领受 我们也能够成为主自己的权柄的出口 帮助我们 让每一个听的人讲的人 都能够领受主的一个的教导 和一个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所到之处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的跟随者 我们所到之处 都能够成为主自己 全民的一个彰显的一个地方 让每一个接触到我们的人 都能够领受到主自己的一个的恩典 领受到主自己的一个的益处 要领我们在信仰上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成长 祷告奉主耶稣的命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旺宣布施 美好的分享 谢谢布施 好 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会 上帝祝福大家 留言 并且把他们也是 全部考虑过去 那边 眼督 感谢观看